你好 欢迎收看这一节1300整点新闻 在今天凌晨2点多的时候 南台湾地牛翻身 发生了规模4.2的油感地震 有不少民众是在深夜中被吓醒的 有网友留言刷了一排油感 台南高雄屏东都有摇晃 反倒是位在镇央屏东离港的居民都没有发觉 而南北现在接连发生了油感地震 这也让民众是特别紧张 昨天那个有感觉会痒 我在窗户有这样的 正义就对了 两天早期我还记得 这日记拍下凌晨2点多 超市有些微晃动 南台湾地牛翻身 不少民众在睡目中惊醒 网友留言刷一排 有地震超级大 台南高雄屏东都有感 一天之内两度地震 不禁让人猜测两者是不是有关联 没有关系与台湾本身地壳本来就很破碎 地震到处都有 早上才来个油感地震 半夜南台湾又来一个 规模4.2 镇央位在屏东离港 在高雄男子震度最大有三级 民众深夜吓醒 但在镇央离港的居民 反倒都没感觉 就是有点晃动 摇这样子 早上才知道了 没有感觉 凌晨地震 吓坏不少睡梦中的民众 一天南北各两镇 好险两镇没关联 也没有后续余震可能 记得张中华SNG评同高雄报道